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上任之前 先来交代一下 美国来的贵宾 CSIS美国非常有名的一个智库 他说我们是为捍卫台海和平的 讲这个话大家就想问 是不是要让美方 这些专家智库学者 能够放心呢 因为他们也直接 很直白的说 我们知道您的两岸路线 对和平有灵想 但是我们也不想 对和平有太多幻想 美国来的人是这样讲的 那赖清德又应该要怎么样来说呢 其实现在赖清德应该要先告诉大家一件事情 就是他在两岸的路线上面 当然他还只告诉我们要有所准备 但是他的准备 思考的逻辑 战略的逻辑 是什么 因为现在在前进这一次 大家就想问 为什么他会说一次 就一定要七艘通通到位 预算要一次编到满 大家想问 后续其实有很多的问题 那个时候 现任的这个邱国正 他说可以缓一缓再编 因为我们现在第一艘都还没真的理解说 他到底有没有什么问题 有没有什么地方要改进等等 现在一次就七艘编到满 那之后呢 到底七艘一起做 指挥权听谁的 又或者是施工的旗程要怎么样来定 这个其实都跟钱有关系 台下你所看不到的政治角力 甚至可以说是所谓军事军火买卖的角力 这一些暗潮汹涌 大家想问的是 这些赖清德你有准备好了吗 而且专家甚至还告诉你真正的关键 是美国的态度 为什么说我们要潜见造极 还是要还要看美国 原因是因为你那里面的作战系统 不用美国卖给你吗 你一切要让美国赚钱 没有哦 人家说还要让我安心 我才会愿意把东西卖给你 你还得看他脸色 那所以回过头来 到底你的两岸 如何让大家知道 战略政策能够让大家安心呢 现在美国啦 人家也有人家的战略思考 人家战略思考就是要斗而不破 所以现在在拜登跟习近平 在通电话之后 部长不断的去 就在今天 布林肯访问大陆了 要见王毅 外交部直接给他讲 五个必要的焦点 来看 第一个 树立正确的认知 第二个加强对话 有效管控分歧 重点是要互利合作 共同承担 台湾问题是第一道红线 这几个字就明确的摆在那边了 要告诉美方 你要来谈可以来者是客 但是不能分歧主导中美关系 坚决反对在台湾问题上面的错误言行 反对台独 停止武装台湾 停止干涉中国内政 支持中国和平统一 这一些通通都写进去了 甚至呢 他们的这个环球时报还直接告诉你 不要想要压服中国 用这种的心态来访 姿态放低一点 你想要谈的 比如说尾巴问题 中东问题 那才有得谈 今年你们要选举 芬太尼问题 这些拜登你是不是也很想谈 姿态放软一点 才有得谈 在这一来一往之间 大家开始想问了 台湾是不是又被摆上谈判桌 当成一个筹码 一个棋子了 原因是因为现在呢 我们看到对岸其实踩的是蛮硬的 布林肯访华之前 他们先罕见的售出巨浪2 飞弹二次核打击能力 主要原因是因为 这个巨浪2先前在刚推出的时候 因为它射程是很远的 7400公里 所以那个时候呢 他们的年度报告就曾经告诉大家 美方讲的哦 巨浪2如果在太平洋中部作战 是可以威胁到他们的西部 如果他开到了夏威夷以东的话 那就可以直接打到东部了 所以美方基本上 对于这个巨浪2 他们并不陌生 也了解这当中 背后所隐含的含义 到底是什么 甚至现在呢 他们在建军海军 75周年之际 也让大家来看看 他们的寒单舰 好 里面呢 有什么样的一些设施 然后呢 通通都停泊在青岛港这边 来秀他们自己的肌肉跟muscle 中国的科学家 甚至还要开发雷射推进器 要希望能够让他们的超高音速 极静音浅舰能够有一大突破 过往呢 他们在浅舰的这个部分 确实技术上可能不弱美国 但现在呢 因为他们有更多的技术 科技在进行当中 雷射推进能够解决一些声音噪音 等等的问题 等等专家在现场 我们好好来问一下 到底现在中方的军力是什么样貌 回过头想请教一下郑老师 您怎么样来看 好 CSRS大家都知道 对米中党来说 很多他们的政府主要政务官员 是来自于智库里面 所以请他们的智库派人来 赖清德直接告诉你 我捍卫台海和平 结果人家直接跟你说 我不抱有幻想 如果让美国放心 那就是对台湾 老百姓来讲是最不能够放心的 为什么 美国是可以我们放心的对象吗 美国是全世界制造灾难 制造战乱最清楚的 那我们让他放心 就是交给你 你随时要拿捏东西 台湾我一直讲说 这个内阁是个战争内阁 特别是对外那几个 什么吴钊瀉 完蛋了很 那你今天这些政客 嘴巴都讲和平和平 赖清德讲说 我们两岸维持和平 我两个层次问你 你今天不要讲说 后面台湾这么多什么前舰 一大堆都备战 美国给我们这么多军援 你也可以讲说 我们总是要有辈无患 那你有辈无患 你为了什么 你如果为了和平 请问两个 第一个 你有认真为两岸和平 做什么积极的事情吗 中央大陆主张和平同意 也是和平 你要不要试试这个方案 好 如果这个方案太勉强 那你主张和平 你叫台独 你应该也提出个台独和平方案 大家要谈谈 因为大家都在和平前提 你嘴巴只讲 我要和平 主要和平 然后没有动作 和平变是个口号 变是个虚的 变是个遮羞部 实在都在干这个 右手天天跟美国握在一起 怎么样搞军备 左手在台湾天天要洗涤人心 制造台独意识形态 那你这个东西嘴巴讲和平 怎么可能呢 更有趣的是 这个美国代表说 大家都要和平 但是不要有太多幻想 我如果今天是赖清德 马上眼睛瞪着跟同龄大说 请问你是什么意思 为什么不能那么幻想 你去讲清楚 你到底是什么意思 美国人说 你是真傻还是装傻 如果你真傻 我还真同情你 怎么可能有对和平有幻想 在别的地方够减 台海是全世界都知道的火药库 你怎么在做那个梦 所以我是说 不管从外在层次 美国人人家在盘算什么 全世界到处煽火 说真的 只有台湾不知道 尾巴为什么打起来 像说俄国跟乌克兰 都没有看到后面美国那一只 那一只黑手 这是台湾政治世界的 最糟糕的地方 那同样你放到台海 美国这么关心 真的是为了我们的利益 当然不是 他的利益现在 以前就是卖卖军火 捞捞我们的钱 我们交保护会 勉强还可以平安过日子 现在中美军角力到的节骨眼来 我们等一下会谈到 布林肯过去那个玩意儿 那个就是最最最 我不是乱用形容词 我都觉得现在已经 到了最凶险的境界 什么时候会出现什么状况 不知道 因为这一阵子来 那个金融 那个大战 这几天已经占到 所谓的费率 东南小这个地方全部大跌 美国人就是拼命 拼命要收割 如果他们没有办法满足 他们金融的需要 没有办法回血给他们很多 让他们这个能够渡过难关 那他就有什么 用打仗 打仗资本就跑 什么地方打仗最好 因为其他地方欧洲也搞过了 中东也搞过了 剩东亚这一块 东亚什么地方最容易引起战火 台湾 所以和平 是他嘴巴讲的 布林肯到那边 可能我认为都是下最后通牒 如果没有谈好 美国人就会惹事 你这个所谓的安心内阁 就是一个最台湾人 台湾人最不安心的内阁 所以我这个事情 一定要把真相讲清楚 你不要讲说眼前危机要度过 你如果真的要维持 你任内的和平 我还是回到刚刚那句话 人家至少习近平说要和平统一 你就去用和平跟他回应 那你提出和平台独 大家至少针对和平来谈 先谈谈看 你完全没有动作 完全没有朝这个和平的方向 做具体的努力 全部都是空的 死的都是什么 都是对台湾引发战火 非常不利的 可能爽了你们这些 所谓的误实台独 我看你们一点都不误实 你们都非常现实 你们这个表象之下我都非常怀疑 你不是三岁小孩 你是有历练的政客 你也是一个高党的医生 你连到ABC都不知道吗 那我就打中心理怀疑 你这个内阁是不是准备 真的 最后台湾出事你准备要跑 所以我是觉得台湾老百姓 今天面对人家外面来 不要对和平存有太多幻想 要是我真的 全身七皮疙瘩出来 你去他们请问请问 赶快问清楚 让他把真相到底为什么 我不能幻想 我对和平有期待难道不对吗 你美国不是天天让我们两岸要和平 让台湾和平吗 你为什么叫我不能期待幻想 这个一定要把这个都讲清楚 台湾老百姓在他520就职之前 最关键的不是听他讲什么口号 对台湾的实质和平 B站有什么具体的作为 我们整个520要看得很 是 其实在我们刚刚讲到国防这一块 很多东西现在专家告诉我们 还得看一下老美他态度是什么 那老美的态度是什么 老美的态度 袁老师我们担心的是 像今天布林肯 他去到大陆去 大陆很明确的告诉他 他们现在5个原则在前面 台湾问题是红线 台湾又被拿上了中美的谈判桌 台湾的态度 还得看老美的态度 那我们到底又能干什么 我在这边的话 来回答这个主持人的问题 我首先要强调 和平绝对不是幻想 和平是一个基本权利 是一个最根本的一个权利 和平怎么可以当幻想呢 如果如果你不要和平的话 你要战争 要战争的话你得问问看 要准备要面对战争的人的意愿 在我的理解当中 就没有人要战争 就是我非常认同郑老师讲法的 一听到和平是个幻想的话 莱星得应该至少表情做出来 眼睛放得跟同龄一样打 讲说你讲的什么意思 要借这个机会厘清一下 否则的话你讲的是空的 因为莱星得也不像是 长得像将军的样子 也没办法打仗 也没办法给我们清理的感觉 我在这边稍微强调一下 这个在国防 你们这今天所要讲的两个消息 其实讲解都很荒唐 首先跟美国买潜艇 为什么要一次造七艘 我原来理解 我可以在这边告诉大家 因为美国的国防的 这个军工复合体 涨价太快了 东西太贵了 一次定七艘的话 一次用七艘的价格定 其实是非常荒唐的 因为我们另外一个消息讲说 大陆的下一代的核潜艇 有大型的突破 在政策上的方向来讲 两个根本就是 不是同一个定位 没办法相比较 你在这种情况下 定了七艘老百姓的钱 我必须坦白讲 我们因为我们所从事的工作 国际化的程度比较高 我们在台湾其实讲起来 蛮可怜的 有钱人赚得盆满钵满 没有钱的人的话 就是三餐不计 出现的这种现象的话 你自己一次定了七艘潜艇 你拿了谁的钱 你们到底有没有良心 台湾人赚钱并不容易的 另外你讲到这种情况下 讲说是台湾目前为止的话 想到就是说是美国来讲 大陆本身对于 布林肯要到中国去访问的时候 是他要求 然后王毅邀请的这种情况下 他们现在的话 他去的氛围非常不好 环球时报写的这个消息 就在他的氛围有三项非常不好 第一项的话就是美国从叶伦开始到布林肯 都在指责大陆提供俄罗斯武器 这个大陆不管怎么讲都不行 然后第二个什么台湾不能够武装化 美国的众院都已经投票了 要拿出钱来就让台湾 台湾这边的话 这个国防单位 感谢的不得了 你感谢什么东西 你这个把你进入了战争的线索里头 对不对 你这个在里头的话 你没有办法逃都逃不出来 然后第三点 我觉得问题更严重 就是大陆就是给布林肯也是看 美国的那个陆军的那个报纸里面 讲说美国要到菲律宾去 部署中程导弹 不排除中程导弹 里面有攜带核弹头的可能性 那么这个的话 了解里面讲得非常清楚 针对大陆来的 因为大陆现在讲到这个巨浪二飞弹里面 讲起来7400公里 在部署上来讲 那我觉得说这里头的话 美国的国务卿布林肯到大陆 面对了这一大堆的威胁性的口吻 你想要得到什么好处 大陆已经做好万全的准备 我个人是觉得说 美国现在真的是可以说是焦头烂额 自己面对了各式各样的挑战 现在大陆的国防力量的话 我觉得倒试一下 到底是不是真的能够捍卫自己的主权 以及领土 台湾这一道红线已经讲了好多次了 布林肯去的话 还需要大陆再重申一下 所以我觉得布林肯本身来讲的话 到了大陆去 要处理的事情非常多 但是真正的重点 也就是中俄的问题 也就是我们自己的台湾的问题 还有一个的话 你在菲律宾要部署中层导弹的问题 你要用什么态度来解决这个困难 因为这个让我们想到 1962年的古巴飞弹危机 大陆这边马上就讲说 我们你们要部署中层导弹 我们不理你 我们这边跟古巴这边调成协议 你家门口的话 也要部署几颗中层导弹 你美国能够受得了 对不对 所以说大家都会了解到 布林肯本身这一次 我个人是觉得说 他到大陆去访问 我没有很多的期待 我真的没有很多期待 在520之前 我要讲一件事情非常重要 就是让大家了解 台湾本身甘愿做这个棋子 对美国来讲 是一个很好应用的棋子 千万不要以为说是 罗森伯格到台湾来 要求布林肯 要求赖清德 做什么事要小心点 没这回事 因为台湾心甘情愿当这个棋子 美国是会好好打的 好 其实讲到了浅见 大家现在都想问了 先前不告诉我们的吗 说一次买七艘比较便宜 后来发现没有比较便宜 现在甚至还说了 我们要给他赚钱 还得要人家愿意卖我们 能够安心 一切都取决于别人 想要请教一下小舰长 是我们到底自己能决定些什么 我们能决定的只有一件事情 按时付钱 其实从专案管理的角度来看 曾经有专家研究过说 如果说我们要造七艘 最好能够维持我们 建构我们的战力 然后维持这些造舰技术水准的 也就是一年下水一艘 可是一年下水一艘 如果说从明年开始起算的话 我们已经我们要整个造完 事实上来讲已经到了20三几年了 可是我们看一看 这个是我们中央社的新闻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原型舰 海坤号只比建龙进步十年 这是中央社说的 进步十年建龙即是1988年下水 意思就是我们现在的海坤号 是上一世代的产品 是1988加10年 1998年 我们结果我们要造这个 上个世纪的潜见 这么贵 也就是再造七艘 2800亿 比海坤号还要再贵 88亿 每一艘贵88亿 这到底是什么 这个新闻才刚刚出现 另外一个新闻就接着来 什么事情 也就是我们的 召集人 潜见国造的召集人 黄鼠光将军 他其实也就是写信给L3Harris 这家公司 拜托你赶快 把潜望镜交一交 意思是什么 意思就是我们现在海坤号 没有潜望镜 没有潜望镜 你要做什么 海上测试 你要做什么 靠港测试 不要自己骗自己了 那美国为什么现在打这个主意 要帮我们做这个财电潜见 事实上来讲 美国没有财电潜见 可是他们的战争学院的教授 这个James Holmes 然后他已经 讲这件事情 讲了非常多年 他从2018年 他就谈这件事情 为什么 因为实际上来讲 他讲说如果是财电的攻击潜见的话 他可以展现美国的韧性 有助于在东亚遏止战争 然后以核潜见来讲 其实到东亚是一个远洋作战 其实是不适合美国在东亚使用的 所以他看我们现在海坤做出来了 然后大部分的总成也都还可以 那他就要来帮我们做了 这件事情开始好笑了 为什么 这就跟当初我们做出IDF 他就卖我们F16 我们做出熊二 他才要卖我们好碰 我们做出了天工 他才卖我们爱国者 现在我们做出了海坤 他又要卖我们财电潜艇 这是什么样的朋友 就是我们可以了 原来你可以 好吧 那这个同样的 也可以卖给你 你跟我买 这我们朋友是要刺激 刺激你进步 正向 非常的正念 我们这边广告真的回来继续来说